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那个以前说到的娃娃是一直用那个大垃圾袋来装回来的 我没有用垃圾袋这样子 一袋又一袋 好啦啦我们今天要来聊人生犯的错 对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一题呢 杨老师 因为我要先来忏悔一下 好 就是这些年来录音我犯过的错 然后我觉得集合起来超好笑的 今天来个总结对不对 对对对对 好请说 就是我觉得自己讲自己 说错话很好笑 很尴尬 你要不要帮我讲 我帮你讲是不是 好啊就是比较经典的就是 大家知道太极马哈林在哪里吗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在印度嘛 但是 结果有一次我就把它讲成在泰国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很顺 我那时候就觉得太极马哈林泰国 很合理太极嘛 对因为你那时候 我觉得你心理小学堂的那个资讯量实在是太大 然后你就整个脑袋一直转到都过热了 所以 就是要记得那些理论实在是太耗省 嘿嘿 然后一样是心理小学堂还有一个东西 还有一件那个这个小小口物 就是这件事情是嘉玲老师让他隔空让我盆豆浆的事情 就是我有一天早上在家里面喝 在吃早餐 然后呢就喝完豆浆的时候我就在听那个家族治疗的六支二第二集 就是医学会要先叫 反正我们上线之前我们大家都会先听这样子 对我们要先听内容 结果呢他就在讲一部电影的时候是养子穷艳的 叫做 妈的多重宇宙 人家明明就只有妈的多重宇宙 然后他就说他妈的多重宇宙 然后我的豆浆就喷出来了 嘿只有你抓到这个点的 我其他同事又没有觉得这很好笑 你你很care 你现在是怎样犯错又care 大家觉得你好笑程度的那种吗 我好像是在帮自己辩解这样子 也没有辩解啦 好了好了然后我自己讲啦 好 就是还有一个是最近的 我在录乔门跟怡璇讲的 英魂伴侣那一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要坚持要讲理万 但其实是了万 了万 大家的回馈我收到了 了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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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大家都很认真的 还传那个正确发音给我们 对对对 好 还有呢 还有两个 快点 然后还有一次也是书屏 我好像每个节目都犯过错 书屏有一次在讲那个 山本药丝的一个名言 是 然后我不知道哪里接错 就跑去讲风传乐师 你应该是那一阵子刚看完情书吧 有可能 对 然后还有一次也是 我不知道这集上了没 我们播出的时候 不确定 那个书屏有一集我在讲 我在讲达文西手术 对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接去达尔文手术 反正都有达嘛 对不对 你就是一整个很大概 就是一个记概念的人 对 这是我的 我爆料完我的 你还不要捐去一下 好好 我最近这几年犯过的错 我自己会觉得有两个点 一个就是圣母情结 就是我太早期 比较早期做节目的时候 我常常会很下意识的说 那杨老师我们要怎么帮 帮同学 或者是帮这位朋友解决 但我其实后来真的 也很深刻的发现 当我一直很下意识的 要去帮别人解决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其实是在剥夺 那个当事人他学习的权利 而且把镜头拉回来看 这个其实是要需要帮别人 是在满足我自己的需要 因为我需要自己当好人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自己还蛮开心 我有很大的前进 有有有有 然后我另外一个 比较容易犯的错行 其实就是我自己 个人修炼的议题啦 就是像大家都很 比较熟的就是 我跟嘉宁在节目上 我太容易下意识的会退缩 然后会好像让 用一种委屈的防卫 那个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什么 强势受害者 强势受害者 就是我用这样子的姿态 去让对面的人觉得 他对不起我 他不应该这样对我 所以呢就会让 嘉宁显现的相对的强势 然后就很容易被 路过的网友 就如果不太熟 我们两个的模式的人 就会很容易去攻击嘉宁 那我觉得还蛮不好意思的 这样子 我自己是还好啦 但我觉得我跟你讲说 嗯 这个要留意一下 就是你呈现出来的讯息 跟你 你希望别人认知到的 你有一致吗 嗯 这样子 好那这些呢 都是我们 有犯错的地方 是 那我觉得 这些错误呢 其实如果他经常犯 我就自首嘛 我常常在名词上面 会搞不清楚 对 他就一定展现出 我们某一些特质 嗯 或是某一些状况 或者我们要处理的议题 只要是重复发生的 其实都有这个特性 OK 那我自己就要检讨啊 比如说我真的 就像宜萱讲 我常常都记个大概 就是 对 反正就往那边去 啊怎么走 你们自己想办法 对 我好像是这样 啊记人也是记个大概 这样子 哦 他就是那个 哦 在医院 哦 他就是 哦 懂懂懂 然后有时候会 跌勾到太多 然后我们就想说 不是 那个生小孩的 不是那个他 对 那 我就在想 嗯 这样子有好处嘛 好处就会是 我寄东西可以很快 或者是我处理讯息很快 可是缺点就是 我真的在很多细节上面 我真的处理的不是很好 这真的是我要承认 然后就是 呃 这就是我 然后我就要接受 就算我现在改不了 但他也还是我的一部分 我就是去承担 这样我 这样的我会要 得到的结果 嗯 那如果别人提醒我啊 或别人纠正我 我就要 虚心的接受 是 因为我就真的错了 对 没错 对 这也是一项功课 那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比较 小的一些 错误 嗯 哦 那嘉宁老师 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 有一些 就是人生觉得 比较值得 跟大家分享的 犯过的傻事呢 我觉得错误 这件事情很有趣啊 因为 你在做的那一件 那个时刻 你一定不觉得你有错嘛 嗯 就像我很认真的跟你讲 太极玛丽 在泰国 那就表示 我那当下 没有觉得有错啊 对 如果我有错 我就不会讲嘛 对 你讲的理所当然 而且还一副 很像那个 ChopGPT 有没有 就是 很震惊的讲干话 这样子 对 那 我觉得 意识错误 这件事情 是最有趣的 嗯 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相信大部分人 不会明知故犯 是不知道才错 对 可是我觉得 那个修炼的关键点在于 你意识到 诶 你真的错了 嗯 修炼的关键点 对 然后你怎么反应 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 有的时候像我自己 嗯 有的时候会突然 可能过好多好多年之后 才发现 靠 我怎么那样讲话 我当初怎么 这么摆目啊 嗯 那 如果情况不严重的 就会觉得 哦 好啦好啦 就人生嘛 还蛮好笑的 但是如果 有一些事情 其实是可能 真的 还蛮大的 或者是 我可能花了 很长的时间 我才明白 诶我做错了 嗯 比如说什么事 比如说 回到你的开场 嗯 我觉得我现在 要真心的承认 就是 我想说 也有接受过 别人告白嘛 嗯 那因为 还真心承认 就明明是事实啊 就因为 不知道怎么处理 你知道吗 嗯 就其实 这是一件好事 嗯 现在想起来很简单 嗯 我就 只需要好好 谢谢人家的欣赏 是啊 然后就是 如果没有真心 喜欢别人 也就不用勉强自己嘛 对啊 但是也不用 把别人 封锁啊 然后好像 搞得别人是坏人 你说你当年 有做这些事是不是 我忘了 应该有过啦 就是太年轻 真的太年轻 所以 我觉得这是我的错 可是我当年 一定会觉得 谁叫他喜欢我 他干嘛干 一件这么 白痴的事情 之类 为什么让你这么尴尬 对对对对 为什么要干嘛 那么尴尬 这样 但是我当年一定会 在我的立场上觉得 是对方的问题 嗯 可是现在我会明白 其实是我自己太紧张 是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 也不知道怎么好好的 说谢谢或说再见就好 嗯 这是我的责任 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 于是我就选择责怪他 嗯 嗯 那这是我 这我也花了好久的时间 然后反复的看自己 在处理关系上面的几次 可能没有那么完美的经验 然后可能不是那么圆满 不要讲完美 嗯 圆满的经验 我才明白 我那几次没处理好 都有一个共通点 嗯 那就是我太想要证明 自己是对的 哦 我太想要觉得 我是对你是错的 然后可能是觉得 被对方辜负啊 可能会觉得被对方背叛啊 嗯 嗯 对就是 当我很想证明 自己是对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他是错的 然后我就会处理不好 懂 懂 嗯 那这里我也会想要讲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面对错误 还蛮有趣的 就我刚才讲的 通常在那一刻 你不觉得有错吗 然后可能 呃 可能别人提醒你 会过一段时间 你可能意识到 哦 自己可能不那么 处理得那么好 恰当 这时候会有两个反应 一个叫承认 一个叫不承认 嗯 承认又可以分成 承认之后 有些人会觉得 啊 怎么那么不好意思啊 我居然做着这样的事情 嗯 那他就会往可能比较 去修复 攻击自己的 哦 攻击自己 自卑的 嗯 但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好的 面对错误的方法 我觉得比较是承认之后 你就接受 好 我修正 嗯 然后让自己更有弹性 通常你 做错的那件事情 下一次会记忆的更深刻 太极马哈林在 硬度 好 这样子再讲一次 我觉得如果我去过一次 应该就会记得 然后因为有身体的记忆 好 然后再来 我觉得花 花 就是 我觉得犯错最辛苦的地方 就是不承认 嗯 因为不承认 你就得花更大的力气 防卫你自己 然后去 去 Defense 然后你就没有办法有新的获得 我来讲一个 我花了好多年才明白 我自己在防卫 嗯 的事情 好 就有一次 讲这个真的觉得有点丢脸 怎么了 就有一次 我很年轻的时候 还是 还是很新手 自当时 嗯 有一年研讨会 因为我们都要 去累积那个点数 然后要换证 这样子 OK OK 然后我才报名了 一个精神分析的课 嗯 然后上面的人在讲 弗洛伊德的概念 嗯 然后我不知道哪根经接错 我就一直吐槽他 他只要讲一句 我就吐槽一句 然后 天哪 你当年应该很讨厌吧 我觉得我很讨厌 嗯 然后我跟我同学去 还是跟谁 反正我旁边是有熟人 嗯 然后啊 我觉得我应该造成他 很大的困扰 嗯 就是都付钱了 然后我就 不喜欢也就听嘛 听一下 你同学听精神分析 应该听得很精神分裂 因为他要听两边 反正 反正我就是 我现在觉得 我当年真的是莫名其妙 就是 觉得 反正我不晓得是在吐 我应该不是在吐槽讲师 因为内讲师我不熟 而是我对于讲师讲的内容 我不认同 你在吐槽弗洛伊德啦 可是我不懂 为什么我 我要吐槽他 我要花钱去 就对 他说我现在啊 他说我现在就明白了 其实是我自己 我当时为什么这么做 是因为我当年自己的内在 没有整理好 我内在有很多 跟父亲有关的议题 或跟父权有关的议题 我还没有修炼好 所以弗洛伊德只是一个被我攻击的对象 你知道吗 他是你投射的对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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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而且我当年很需要 刚开始认识性别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性别要很平等 然后你还要很有性别的敏感度 你那时候的平等可能会比较是那种 齐头式的平等 但是我很多年之后 也一直在处理自己内在这一块 然后读更多书 我才明白性别不是问题 真的不是性别 你是男生女生问题 是我怎么处理差别的问题 OK 性别只是一种差别 如果我对差别的 这个容许程度也好 或者是处理的方法够好的话 那无论你是什么性别 我都是可以跟你好好相处的 OK 所以我怎么去 怎么去跟差别共处 才是重点 蛮好的 我喜欢这个细节 就嘉宁老师随着时间的经过 经验的累积 也长出了自己的心的厚度 对 你看 可是我不承认之前 我就超讨厌精神分析 我超讨厌弗洛伊德 你看我花 我就是那个犯了错 又死不承认的人嘛 所以我就花很大的力气 defense这个血盘 OK 那一直到 我自己内在有一些整理之后 那反正有因缘机会之下 我又接触了这个理论 我才发现 哦 里面有这么多好东西耶 那我那时候就体会到 其实承认错误 在里面学习 真的是对自己最快 也最好的方法 不然其实我不会知道 我失去多少东西 OK 好呦 那嘉宁老师刚贡献了两个 然后我也来贡献一下 我人生 就是现在这个年龄阶段 我回想起来一个犯过的傻 比较严重的事情 就是我之前在呃 买了那一支最新的手机 就几乎是他一个月 甚至一个半月的 打烊的薪水 全部都买了那一支 然后就大家都觉得 好羡慕 然后都会给他借来看一下 结果一个礼拜之后 有一天我晚班 然后这个打烊班的工作人员 就很慌张 他真的整个脸都摆了 他就说 副理副理 我的那个手机不见了 然后我就说 靠北 那那么贵 不见了去哪里 然后因为其实 他就放在员工休息室 那员工休息室是不可能有 客人可以进去 然后因为我们都有密码 然后我就马上去调监视 录影带看 我自己先看 然后我就发现 其中一个接近柜子的 可疑的人员 是一个晚班的工作人员 然后我们就称他为A 然后因为 可是因为录影机还是有死角 我没有真的录到那个A 伸手去把手机拿走 对 那我就在想 我其实那时候还蛮想大事化小的 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的圣母情节是更严重的时候 所以我就先不动声色 先约A 进来办公室聊 就我跟A两个人 然后我就跟A说 那个某某人的手机不见了 然后我刚刚在CCTV里面看到什么 然后那个A 他想了一下 他就跟我承认 他也脸色就白了 对 然后 然后他就说 你可以帮我吗 就是他后悔了 是 然后我心里面就想说 其实平常跟A感情也不错 他也还蛮挺我的 所以我就在想 他该怎么处理 我那时候真的修炼很浅 就其实职场的概念 或者是可能公司的方方面的角度 没有那么全面 所以我其实就已经心里面打定主意 要 我要帮他 那你怎么帮 我就把打烊的人员 就是掉手机那个人叫过来 就让他们 就是就只有我们三个 我就跟打烊的人员说 A 想跟你道歉 因为他真的拿了你的手机 是 然后打烊人员也还蛮好的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 好 那这样子就没事了 我手机找回来就好了 就也不用报警干嘛的 然后我就干了一件蠢事 就是我就把CCTV洗掉了 那你自己很多年都回来看这件事 你的理解是什么 我会觉得我当时 有一点失职的地方 就是在我的工作职责上 我有点没有做好的就是 其实这件事情 我应该要更妥善地处理 因为站在企业的角度 我是企业主管 那我不能让A觉得 这件事情就可以这样子 传过水无痕地就抹掉了 而且他可能对于 因为其实手机不见了 是所有人知道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 为什么后来无声无息地收掉了 他其实也会留给 其他的工作人员一个疑问 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当年 没有做好的地方 意思是 也许可能对你来讲 可能到报警 还是你会觉得 太严重 太严重 可是必要的惩处 或是让A去承担起 他真的犯了错 他必要的一个代价 也许他可能要有一些 名誉上的损伤 就是要去承认 然后要去接受 可能旁边的人会有一些过程 可是这是真的他要负担的责任 对真的 我是从我现在的角度回去看 我才发现自己有这么多的过失 但还好当年没有给企业 造成什么太大的麻烦 因为后来A就也 没多久他就辞职了 OK 可是你当时可能舍不得一个小朋友 然后这样子吧 可能被排挤之类的 对对 我确实就是 就是太圣母了 太想要照顾人保护人 对啊 因为这样对于那个 丢掉手机的人 他也会有一些 他内在的一些情绪 他是没办法出来的 没有出口的 对 对对对 好 这是我的 哇塞 你的故事怎么那么好听啊 真的吗 很好听吗 对 好 好 谢谢 好 在工作上面 我也曾经干过一件事情 也是很 之后我才明白 我真的没有做好 就是我当年还在研究所当 就是助理 助教 因为读研究所那时候是自己工作完之后嘛 所以我就不想跟人家拿钱 可以打工 所以就对对对 去报名各个教授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兼了两三份工吧 真的喔 对啊 因为助教的薪资没有很高啦 但我相信你做得来耶 啊对 挺灵巧的 然后反正我就去跟一个教授帮他做事 然后那教授会有一些比较临时的状况这样子 然后反正他就把我叫去他办公室 然后跟我说 他要我干嘛干嘛干嘛 然后我就听懂他的意思之后 然后我就接下 然后我可能嘴巴不把顺念的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转身要走的时候啊 我就被教授叫回来 他很认真 他真的很认真地看着我说 嘉玲你很优秀 但如果你真的要把事情做好 你就是把事情接下来 然后好好的完成它 不要花力气这么多抱怨 你当年到底睡念什么 你让教授这么跟你讲话 我忘记了 我一定是在念的时候 不觉得那个叫抱怨啊 如果以我的个性 如果我知道那个叫抱怨 或者那个叫不好 我就不会讲啊 我就是 我真的不记得我做了什么事这样 但是我才懂了 原来那句话 从别人的角度听起来是抱怨 对 这可能真的要换一个位置 就别人提心你 你才会知道 才会意识到啊 对对对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没那个 我真的没那个意思 可是我没那个意思 跟有没有造成别人这样的感觉 有的时候是两件事 有的时候 或许我真的没那个意思 可是如果可以有更好的方法 那为什么不做 OK 对所以 我从那件事之后 我就 以后我在工作上啊 不管我有多少抱怨啊 我绝对不会在当事人面前 讲出来 意思是 我明白了工作有工作的态度 然后我也明白了 可能我有一些反应是需要修正的 所以之后我对工作的那个态度 就变得蛮积极的 我觉得这个教授是有 对啊 给我蛮大的 蛮好的 对对 他告诉我什么叫做一个好的工作态度 真的 他造福你一生耶 对 对不对 你从此之后就是一个 七点的股份要分他吧 也可以啊 对然后其实 我跟这个教授的渊源没有很深 我就修过他几堂 可是他不是我指导教授 所以不要去查他 还好你有假 他还提醒过我一件事情 是什么 就跟你当年有点圣母情节一样 我当年在当新手心理师的时候啊 因为有时候个案的状况一定会很 很惨嘛 嗯 然后一定 因为新手 所以你就会觉得 人家相信你就要有一些帮忙 反应 或者你要有价值 这样子 然后我就可能在报告 因为硕班的都是要有一些报告 或者是去说你接案的过程 这样子 然后我就去报告说 我接了之后 我怎么看到这个个案 然后我刚才发生什么事 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讲完我的那个 case study 就是个案报告这样子 然后教授就坐在墙桌的 那个底部 然后很冷静的看着我 然后他就说 他就点我一下 他就说 他就叫我说 对个案的这个情感投入 要有分寸 他其实在提醒我界限啦 就是 不要同情心态泛然 对我跟对个案都不好 那确实也会影响到一些专业的判断 当年我真的不懂 这句话的重量 跟价值 我就会有一种 我是心理师耶 我不就是应该怎样 所以我就说 人常常在犯错的时候 不会觉得自己有错 因为你如果真的觉得有错 你就不会这样 真的 所以我觉得犯错不可耻 也不怎么 有什么需要遮掩的 但我觉得重点是 犯错之后的反应 就是当你意识到 这件事情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修改 对 不要花力气在 避免犯错 而是要花力气在 犯了错之后 我要怎么调整 然后下一次 不会再发生 对 然后我要怎么去理解这个世界 给我feedback 确实啊 就是根据我们今天 我们的各自的省思跟告白 我们后来都好像都学到了一些事情 对 因为有接受嘛 对 才有后面的成长嘛 就像我跟佛罗伊德的关系 也是这么的纠结 好啊 那我们最后帮大家干货整理一下 那到底这些犯错或犯傻的事 教会我们哪些重点呢 佳音老师 我觉得事情跟心情可以分开来看 第一个 对对对 就是我还是觉得犯了错 并不可耻 就是事情我们可以学得更好 那心情如果你觉得有点沮丧啊 有点觉得不好意思啊 丢脸 你也可以接受自己有这样的情绪 可是不需要在这样的情绪里太久 让你自己因为这样的情绪去 愿意往下学更多 那就是这个情绪对你的帮助 然后我觉得可以接受 成长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就像我刚才讲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跟佛罗伊德关系很不好吗 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我才长大 然后我才懂 哦 精神分析 心理动力是什么 对 所以我会觉得 也给自己一点成长的时间 然后不用要求自己 现在就要做到完美的 然后什么都很对 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很好 我觉得这会 对自己太大的压力 就像 像我们现在 七天有实习生嘛 那实习生现在二十岁嘛 二十几岁 有的时候看着他们 我真的会有一种 看到当年的自己 然后我就可以 懂我教授的心情 你知道吗 就是 有些时候 他们可能有些反应是 在他们那个状态底下 不觉得有怎样 那我觉得身为 现在别人眼中的大人 我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可以懂 我当年的教授就是 我会愿意在合理的范围内提醒你 那提醒的过程当然就是 尽可能做到 不羞辱你的人格啊 或者是尽可能是 针对事情 对 可是我也会 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 他们现在二十几岁 那要他们真的懂到我的那个层次 他们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所以我也会有一个心情是 我现在在跟他们讲话 也许我不期待他们现在做到 那我相信 他们多一些年岁 二十三十岁 四十岁的时候 回过头来 他就会明白 哦 自己怎么了 那我希望他们不是觉得自己很糟 而是明白 这就是一定 需要一点历程的事情 成长必经的历程 好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给自己一点时间 然后再来接受自己 会有一些情绪不好 但是事情跟心情可以分开来 好 然后再来第二个 就是你可以觉察一下 每当你犯了错 或是你被别人提醒你犯错 你有没有去假设别人是坏人 嗯 先回观自己的心态 或者是当时的状态 嗯嗯嗯 就是当我们意识到 我们做了一个行为 跟旁边的人不相容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会 第一时间会想要觉得 是别人的错 不是我们的错 对 这真的很直觉 这是人性啦 难免 对 然后这时候再仔细去 看一下你的假设里面 是不是有一种觉得 是别人是坏人 所以他要来攻击你 嗯嗯 或是别人 呃 是别人没做好 他干嘛让我那么尴尬 嗯嗯 那 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都可以先 把那个你对别人的投射 特别是预期他是坏人 先括号 嗯嗯 他可能不是好人 也不是坏人 他就只是 让这件事情发生的人 就是回到他的状态 也是他的正常反应而已 对对对 就像我的教授 我觉得我当时 我没有把他当坏人 嗯 我没有把他 说他是个 很苛刻的教授 然后去 哪个 那个 PPT上面 诶 PTT PTT上面 上面写 去黑他 对没有 我就是觉得 他就是提醒我 我可以收与不收 但他不一定是坏人 嗯 对 然后再来就是 呃 放过自己 就当当你真的意识到自己真的错了 就像我讲 我经过了二十几年 我发现 哎呦 我真的错 错的离谱 嗯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时刻 跟自己过去说再见 跟过去的自己说再见 对 因为我前面讲 当你意识错的时候就两个嘛 一个承认 一个不承认嘛 是 对 那如果不承认 你就要花更多的力气去抓住 去用力的证明 你没有错嘛 嗯 然后你反而是把错误抓得更紧 嗯 对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背后都是想要自我保护很正常 可是 自我保护的方法有很多 嗯 穿越错误之后 成为一个更好的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 嗯 对 所以我觉得人 一辈子最大的敌人 真的是自己 嗯 不是外面的人 这样子 嗯 好哦 我觉得听到这边啊 不管过去怎么样 我们经历过就一定都会有一些 学到跟得到 才有现在的我们的自己 嗯 那我觉得刚刚嘉宁老师 点出来了一个很 很关键的地方就是 你能够好好的跟 过去的自己说再见 嗯 你才会去迎接到未来 更有智慧的自己 是啊 是啊 我觉得说再见 是我这些年也很 注重的主题嘛 就像我讲的 犯错最大的一个修炼在于你敢推翻掉你自己 前面的成见或是你的以为 但其实 这其实就是一种告别 嗯 告别救的自己 真的 如果你要在别的关系里 把告别这件事情做好的话 你一定要有一个敢推翻自己的这一个能力 嗯 然后去允许关系跟你 想的不一样 不不等于他是坏人 而且告别自己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我自己的发现 嗯 它可以让你的人生更轻盈 嗯 因为如果你要always带着所有过去的 旧的自己 不管好的也好 不好的也好 它其实会是一个 对你的人生来讲很大的负担 对对对对对 很多时候我们关系在告别的时候处理不好 因为我们都太想证明自己是对的 他是错的 嗯 对 那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拉扯 可是如果你可以接受 关系最后没有走到你要的结果 不等于前面是错的 嗯 嗯 这很重要 这是我在课程的第一讲 免费试听我就讲到的事情 嗯 就是你不能因为结果不好 然后你就觉得前面是不好的 嗯 然后都把自己都觉得是犯了错 或是怎样 那就会造成你非常大的压力 是 所以 好好说再见 他讲了很多的关系的分离 但他也有去讲更根本的 关系是什么 还有自我是什么 然后我们这中间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嗯 好哦 我觉得很鼓励大家 就是可以现在就到我们的官网上面 去听第一讲免费试听 嗯 那这门课程即将在四月十号上线 嗯 就快了 那我觉得 对 就是再睡一觉起来 然后明天晚上十二点就可以了 对啊 我觉得当你心中能够对自己 或者是对这个世界有一份跟 有一份善意跟笃定的时候 其实你看出去的世界会平静很多 因为你会少了很多的害怕跟恐惧 是 而你能够有这样子的平静的呈现 有更大的好处就是 你其实可以跟人好好在一起 嗯 对不对 就不会再是交换啊 控制那些让人纠结的情绪在里面翻角 是真正的平淡跟尊重 是啊 那我们就期待 四月十号好好说再见 以上线 大家就一起加入我们的学习 跟我们一起前进哦 是啊 嗯 好那今天的节目先聊到这边 期待下星期我们空中再会 拜拜 下期见 阵字小oss 阵字小编 半nten